明天还怎么着 我们今天溜达到了南京西路上一个民国时期的老宅子 大家没事在南京西路商圈逛街的时候 看到街角这样的一个雕塑 叫朱丽叶阳台 旁边就是民国时期的老房子 叫西摩别墅 相传这个朱丽叶阳台的雕塑是 静安区为了防止小商贩在此乱摆摊的设置的 但是如今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 西摩别墅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原来的陕西北路叫西摩路 所以因此得名西摩别墅 如果深入小区的内部 尤其对于游客来说 这里可能会颠覆你对南京西路商圈高大上的认知 因为小区的内部显得比较拥挤 比较老旧 但仔细观察这些老建筑 同样可以看得到当年建筑设计的美感 南京西路得天独厚的位置 再加上相对完美的交通和配套 这边的房价也可以卖到每平米12万多 就算是租住于此 每个月你到手工资 每个三到五万也是没有勇气租在这儿的 相传几十年前住在这里的 全部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 就连我国近代剑笔运动的创始人赵竹光 也曾经住在过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有设计美感 有故事有历史的老建筑 欢迎随时关注我 没病走两步 没事溜达溜达